爵士堂门第36集预告现在已经出来了 当霍宇浩探测王东灵魂是海的时候 大明二明霸气登场率先察觉到了王东有麻烦 尤其是二明十分担心王东的安危 大明却很淡定因为他清楚 唐三在神界一直看着自己女儿王东呢 肯定不会让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这一集预告中出现大明二明是两个斗衣的十万年魂兽 除了成为人类并且还成为了浩天宗的征服宗主 可是大家知道现在这俩有多强吗 怎么成为了浩天宗的征服宗主吗 多得不说本期我们就来讲解下 先点赞后观看道路与你更灿烂 现在大明和二明这俩回归 对于他们的实力很多人都很好奇 于是就有人猜测大明和二明现在都已经成神了 成为了二级神 但是也有人说都没有成神 因为成神是不能一直停留在大陆的 但是两人现在却都留在大陆 还成为了大陆上浩天宗的征服宗主 那么大明二明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按照援助设定大明二明 现在都已经达到了神的层次 但是因为到了下界了 而以神的境界是不能一直停留在大陆的 所以大明和二明都把境界压制在极限斗罗的境界 也就是99级 而在现在的大陆上 可以说只要神灵不出两人 就算是大陆上第一流强者了 而在很多人看来 大明和二明竟然从神界离开了 那么就该回到自己的家乡 也就是星斗大森林 之后在星斗大森林继续称王称霸 但是问题是 这是很多人一厢情愿 他们以为大明和二明喜欢星斗大森林 殊不知大明和二明早就厌倦了在星斗大森林的生活 相比之下 他们更愿意去人类世界生活 唐三在知道后就告诉大明二明 之后还给了两人一块令牌 这块令牌就是浩天宗大长老的令牌 也就是当年浩天宗唐晨给唐三的令牌 唐三当初就是用这块令牌 让浩天宗所有长老替命 如今大明二明 既然想去人类世界生活 那就可以去浩天宗 等到去了了浩天宗 靠这块令牌 在浩天宗生活不成问题 再加上两人的实力 没有用多长时间 浩天宗就有两人掌权了 也就成为了浩天宗的正副宗主 而且作为女主的王东 也就是唐三的女儿 在来到下界后 起初就是在浩天宗生活 大明和二明 也就是王东的监护人 王东可以说是二人看着长大的 王东也非常敬重两人 就如对待父母一样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大明二明不但从斗罗大陆第一步 活到了第二步 并且还都活得很好 实力也变得更强了 本期就聊到这 大家对于此都有什么看法 欢迎讨论和留言 最后祝大家龙年大吉 裁员滚滚 猪式顺利 记得点赞关注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